7國集團將聯手反制中共經濟脅迫 螞蟻金融牌照受阻 專家分析涉權貴家族利益 資深媒體人表示 大法讓我明白了真正的善與惡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國農村因村幹部處事不公 暴力事件頻發 據網路披露的消息 進入5月不到兩個星期 華北、東北就連續發生了 三起村幹部遭村民滅門 殺死18人的慘劇 第一起凶殺案發生在山西省定鄉縣 弘道鎮西社村 38歲的旭姓村民 因村內土地及資金分配糾紛 遭村長陷害被判刑兩年 最近刑滿出獄後 數次上門討說法未果 於是產生殺機 5月1日闖入村長家中 持刀將村長及兩名家人殺害後 駕車逃逸 直到4日才在太原市一家旅館被捕 第二起案件 5月10日發生在山東省济南市長青區 兇手為一名賈姓英宇老師 死者是長青區文昌街道西里村 中共黨支部書記劉濟傑 還有他的妻子和兒子 賈姓老師的犯案動機說法不一 是因為賈某的孩子 在學校屢遭村書記的孩子霸凌 導致身心出現障礙 賈某多次上門要求解決未果 於是心生殺機 案發後 賈老師自殺身亡 第三起案件發生在遼寧省東港市 以圈鎮馬家港村 64歲的金姓村民 與鄰居發生土地糾紛 爆發衝突 他因寡不敵眾落居下風 雖經村長協調 但金某認為村長偏袒衝突另一方 心生殺機 5月11日 金某手持殺豬刀 闖入村長家 將村長妻子及其他多名家人親屬全部殺害 村長因不在家逃過一劫 金某隨後攔車逃離 但被拒載 他又殺死司機和兩名目擊路人 共造成11人死亡 1人重傷 抖音國際版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 日前被一位前主管告上法庭 這位名為余印濤的美國分公司主管 5月12日在加州對他的前僱主提告 余爆料說字節跳動已成為中共有用的宣傳工具 並允許中共通過後門直接讀取美用戶數據 余印濤2017年8月至2018年11月 在字節跳動美國分公司擔任工程部門主管 他說自己因揭發公司的不當作為被開除 根據舊金山高等法院解封的起訴書 余印濤說中共政府在字節跳動內部 設有一個專門的辦公室 又稱之為委員會 這個委員會並不為字節跳動工作 但卻在公司事務上發揮重要的作用 委員會負責人主導公司如何深入實踐中共的核心價值觀 余印濤指控說中共政府官員擁有關閉字節跳動APP的決定權 也能存取字節跳動的資料包括存儲在美國的資料 中共可以通過字節跳動代碼中的後門通道 獲取美國用戶的數據 七大工業國集團5月19日至21日將在日本廣島舉行峰會 預計將討論共同反制中共經濟脅迫的問題 專家認為七國集團現在是打算聯手共進退 在反制中共脅迫方面已達成共識 七國集團的一系列會前會議正在日本舉行 5月11日美國財政部長珍利特‧耶倫在日本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表示 包括美國在內的七國集團成員對中共以經濟脅迫方式對待其他國家的做法表示擔憂 正在考慮如何進行反制 耶倫還透露美國很長時間以來一直在考慮進一步限制對中國的投資 美國政府內部已經對此進行了很長時間的討論 並與七國集團的盟友進行磋商 但是還沒有敲定最終方案 有些譬如中國使用了解雲的投資 澳洲有受盟友進行的投資 澳洲有受盟友進行的投資 有其他國家有受盟友進行的投資 這件事是一件事 這件事應該是關注的關注 全我們全都在我們 我當然是認識的 探索查他們的探索查他們 美國公司最近的公司 七国集团包括日本 美国 英国 法国 德国 加拿大和意大利 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将在下周陆续飞抵日本参加峰会 路透社报道说 在日本新泄县举行的七国集团财政会议上 如何应对中共是与会者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 除了在军事上希望能够吓阻中共对台湾使用武力之外 这一次的最大的特色在于说 它延伸到经济目的 从经济范围上去封锁中共的发展 避免中共运用经济力量 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进行经济胁迫为所欲为达成国际政治目的 七国集团计划在推出主要峰会公报的同时 首次发布单独的经济安全声明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 内容将承诺共同抵御应对并反制经济胁迫 就是要强化因为欧武战争以后已经取得的欧美密切联系共同对付专制国家的这么一个同盟关系 所以要进一步用共同声明或者新规定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 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指出 中共的经济胁迫行为给许多小国家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害 七国集团现在是要联合盟友一起来反制中共 欧盟还有共同行动的规则 包括欧盟中的其他国家也在内 所以他们如果是以这三大主要的经济体 就是美国 日本 加上欧洲连起来 就是世界最先进的这几国家都在一块 所以他们要真的联手起来 那中国要对他们任何一个国际制裁的话 都要三失而后行 另外 美国国会众议院规则委员会10日 针对中共经济胁迫手段召开听证会 众议院规则委员会主席 共和党议员汤姆·科尔在会上批评 中共一再使用经济胁迫以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政策 或是对不喜欢的国家进行报复 这样的做法与国际贸易体系背道而驰 中共的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 破坏了自由和独立国家的主权 也威胁到关键供应链的稳定 受邀出席听证会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事务资深副总裁车维德提出 美国和合作伙伴需要考虑一种新的集体任性战略 来阻止中共的经济胁迫 蚂蚁集团的动向再次受到关注 美国媒体披露 蚂蚁集团获得金融牌照的进程再度受阻 而且还将面临罚款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披露 蚂蚁集团转型为金融控股公司的进程受阻 因为这个转型计划 需要获得新组建的中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批准 这个进程可能需要耗时几个月 蚂蚁集团原计划在香港和上海的大规模IPO交易 2020年被中共政府叫停后 该公司对它的商业模式和公司治理进行了整改 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全面遵守中共的金融法规 马云也放弃了对公司的控股权 正是马云批评中共金融监管的言论 引发了中共对蚂蚁集团的监管风暴 一年多来 蚂蚁集团一直在等待中共政府对该公司的整改批准 知情人士透露 在过去一年中 蚂蚁集团的高管们一直在与中共银行和银行保监会的官员 就蚂蚁集团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申请进行磋商 但上述牌照转由新设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管辖 而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可能就需要几个月时间 知情人还称 蚂蚁集团在获得金融牌照之前 还可能被罚款 罚款的数额和依据都还在讨论中 蚂蚁集团是一家移动支付供应商 曾经是全球最有价值的非上市公司之一 悉尼科技大学政治学教授冯崇毅表示 蚂蚁集团背后有很多家族的利益 特别是江泽民为首的家族 不准蚂蚁在纽约和香港上海上市 这涉及到派系之争 冯崇毅认为习近平一直想让他 他的党国和派系把所有的企业 包括私企都彻底的控制在自己手上 他还一直想做大做强国企 削弱私企 所以他灭掉了教培等一些行业 因为他是一个搞政治挂帅 不算经济账的人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 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泽表示 习近平家族可能没有真正能染指 蚂蚁、阿里巴巴 这就注定了马云的命运 马云命运的改变是在2020年10月的一场 金融峰会上 他批评了中共金融体系后开始的 不仅马云被约谈 蚂蚁集团IPO也被迫暂缓 阿里巴巴受罚182亿人民币 而他创办的湖畔大学当年停止招生 云南分校的设立也被叫停 此后马云也消失在公众眼前 多家报道透露 中共新总理李强 从去年起就不断要求马云返回中国 他直到3月底才在中国露面 就在马云回国后隔天 阿里巴巴集团宣布分拆为六大子公司 中共实际上一直是想对它下手 但是呢一直是有一点忌惮 因为马云毕竟是中国 可以说中国私营企业的 那个一个标杆性的人物 并且也是金融网 互联网金融的标杆人物 还是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商人 谢田认为 马云了解中共制度的缺陷 他多次在不同场合 说出冒犯中共的话 结果是现在不得不淡出 冒冲一指出 带领这两批人掌管天下 但现在的问题是经济非常糟糕 整个私企根本没有安全感和信心 所以马云和其他私企都不敢加大投资 哪怕当局摇杆懒枝 出台一些新的政策 他们都在找机会润出中国 冯崇毅表示 现在整个中国财政危机严重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在想法抢钱 能抢什么都在抢 包括派农管人员下乡等 谢田也指出 美国和西方正在与中共加速脱钩 不能润的私企进入寒蝉 中共除了把地摊经济拿出来刺激一下 实在找不到什么办法了 资深媒体人表示 大法让我明白了真正的善与恶 纽约资深媒体人尼克 从高中开始就在寻找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的办法 直到他修炼了法轮大法后 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与恶 终于找到了一个成为更好的人的指导原则 今天的513话感恩系列报道 我们来看他的故事 尼克是来自纽约的资深媒体人 他知道法轮功是在大学三四年级的时候 那时他在台湾留学 由于学习压力大 身体很不好 吃什么都会有反应 不是胃不舒服就是头晕 很难静心学习 他很担心自己玩不成毕业论文 于是想到了他认识的一些修炼法轮功的朋友 第一次到练功点学功 跟着其他法轮功学员练动作 还没有完全学会 他就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回家的路上 我就心里感到一种平静 就是以前没有感到过的那种平静 所以就第二天起来就想念 就很想念 就想回到那种状态 之后开始阅读 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 当看到法轮功创始人 李洪志先生的照片时 他觉得熟悉又亲切 一开始学书的时候 就看到师父的像 就出来一个念头 这不是师父吗 我记得我正在图书馆 我在看书啊 看《转法轮》 然后我记得我当时我看师父的相片 然后就出了一个念头 这不是师父吗 尼克从上高中起 就在追求精神方面的成长 他觉得自己心胸太狭窄 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但从小信奉的天主教 不能给他指导 怎么说呢 其实你想成为更好的人 你必须要有指导嘛 你怎么做 你怎么样去变成更好 怎么改变自己 怎么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思想 哪里不对 什么样的思想是好的 什么是坏的 其实就是在学法轮功 在练法轮功 改变我真的对善和恶的了解的认识 真正更明白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那这样我觉得我才能够真正的纯净自己 走入法轮功修炼之后 他的身体迅速康复 苍白的脸上有了红韵 身体不舒服的感觉全部消失 学习效率倍增 原本担心不能通过的毕业论文 也顺利通过 学法的时候就坚持 然后学一讲 坚持在学一讲 然后其实 就在学的过程当中 你会看到一些东西 好像是意识到一些事情 然后就是意识到我身体的某一些部位 就像分子其实它是一个体系 它是一个整个宇宙的一个体系 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觉得 哎 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大 这件事情是非常深奥 尼克说 想要学明白法轮大法 其实很不容易 学了好几年 可能才开始明白一点点 师父讲的内容 通过反复阅读转法轮 他对人生苦与乐的观念 也有了巨大的改变 就是在那种 那种磨难中 你能够 你能够知道 抓住什么理 坚持 做最坚持 坚持什么样的想法和做法 那就非常感谢 因为就在那个磨难 你就在进化 你就在生化 你就在变得更好的一个生命 然后只有因为师父给了指导 我才能够坚持 才能够 才能够 过 才能够过关 才能够提高自己 才能够 真的 用这样的机会 提高自己 修炼18年 尼克说 他每走一步 都离不开师父的关怀与呵护 我就走过磨难 后来回头看 我就能看到 师父不断地呵护我 照顾我 不断地点误我 不断地就是 让我能够行 让我能够走过来 就是我 我记得我早期 有一次练功的时候 就打坐 我就好像听到 好像听到一个声音说 我永远在你身边 然后我就感到那种慈悲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完全 纯善的一个意志 就是你知道 这是完全对你好的 5月13日是法轮大法洪传世界31周年 这一天 也是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的72岁华诞 尼克非常感谢师父 在这样的现代社会 这么复杂的环境中 让他明白 怎么面对人生的痛苦 耻辱和难过的事 怎么保持感恩的态度 就是很感谢有师父的呵护我 祝师父生日快乐 谢谢师父 下面我们来关注中国大陆各地民众维权的情况 湖北省维权人士率人兵被控寻信滋事罪 2022年12月30日被秘密判刑三年六个月 率人兵不服上诉 今年3月29日湖北仙桃市汉江中级法院再次秘密宣判 率人兵巡视滋事案二审维持原判 率人兵案的整个过程中没有辩护律师到庭 他被直接剥夺辩护权 江苏维权人士徐琴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案件被第九次延期审理 徐琴2021年11月5日突然被警方从家中带走 他在狱中身体状况急剧恶化 甚至瘫痪无法站立 2022年11月4日 徐琴案在扬州市看守所法庭召开庭前会议 至今仍未开庭审理 广东维权人士王爱中被控涉嫌寻信滋事 2021年5月29日被抓捕拘留 关押至今已700周天 当局一直不开庭不审判 今年5月12日 他的妻子王贺南发消息说 王爱中案5月15日上午 将在广州天河区法庭召开庭前会议 辽宁省大连市男子盛中华 因在推特发布批评中共的言论 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 中共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中国大陆4月份的进口大幅收缩 出口增速也在迅速放缓 当前的中国经济 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后疫情复苏压力 中共海关总署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4月份进口同比下跌7.9% 进一步延伸了3月份1.4%的跌势 出口虽然同比增长8.5% 但远低于上个月14.8%的双位数增速 而4月份出口呈现增长 被普遍认为是得益于上年同期的低级数 当时上海实施了严格的清零防疫封城 造成了出口数据的疲软 美国经济学者黄大卫表示 中国的消费性进口和再出口贸易进口 都呈现出下跌态势 针对特定国家 今年前四个月 中国对俄罗斯的贸易进出口额 同比增加24.8%和67.2% 但对美国的进出口却下降了2%和14.3% 俄国正在受到世界制裁之后 它唯一能够方便的进口大中原材料 其他的一些工业用品 日常用品 生活用品 甚至是一些其他的敏感技术 都只有通过中国 所以中俄之间的整体的有增加很多 黄大卫认为 华盛顿针对中共在科技上 特别是高阶芯片方面 不断升级出口限制 加上美国目前消费市场的萎缩 都导致了中国进口额的下降 低迷的贸易数据 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放缓 呈现了一致形态 新出炉的4月份制造业 PMI只有49.2 再度落到荣枯线以下 而新出口订单指数 也在时隔三个月后再度陷入萎缩 尽管中共公布的第一季度GDP数据显示 经济实现了4.5%的增长 但国泰均安国际首席经济师周浩认为 低迷的PMI数据表明中国经济疫情后 复苏后进乏力 旅美经济学者李恒青表示 最近的第133届春季广交会 也印证了产业链转移 对中国带来的巨大影响 在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盛况空前等官方宣传下 今年广交会 中国企业与海外买家签订的出口合同金额 却比疫情前的2019年减少了15%以上 广交会是中国规模最大 采购商最多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 也被视为中国进出口贸易情势的情语表 凯头宏观的分析师黄子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鉴于外部需求前景暗淡 中国的出口将进一步减缓 直到今年晚些时候触底 中共在上个月底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称 当前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关键是 恢复和扩大需求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1% 較3月份0.7%的漲幅進一步放緩 創下2021年2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居民消費端通縮局面已經展現 另外 中國的就業市場持續疲軟 截至3月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 仍處於5.3%的高位 16至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 則攀升至19.6% 僅次於去年7月創記錄的19.9% 大陸民眾說 經歷過疫情 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並希望法輪大法弟子 多給老百姓講真相 來看他的聲明 中國的彭城說 過去接觸過一些法輪功修煉者 也看過法輪功的著作 感覺大法弟子真是中國人中的豪杰 現在社會大部分中國老百姓 都是忙著掙錢吃喝玩樂 大法弟子還能在這個大劫難到來的時代 不沉醉於物欲地享受 保持清醒 實屬難能可貴 經過這次大疫後 真的感覺老百姓生活太不容易了 中國真的到了改朝換代的時候了 希望更多的大法弟子 能給國人講講真相 喚醒大部分精神麻木的老百姓 經歷過文革 破壞如世道傳統文化 以及改革開放一切向前看後 大部分中國老百姓都是精神麻木 行尸走肉 不變善惡是非 黨讓幹啥就幹啥 希望大法弟子能去學校 醫院 政府機關 事業單位 黨校 軍隊講講真相 現在這些地方實在是太腐敗墮落了 好 觀眾朋友 我們這一期的中國禁聞 就到這裡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 再會